阿三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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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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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要继续 来随着善才童子的参访 各大参知识 就是华严经里面的 入法界品里面的 善才童子五十三参的内容 来学习各大菩萨的解脱法门 这个单元 我们就要继续来探讨 善才童子的第四十四参 这一位大善知识 是一位童子 因为他得到的解脱法门 是善之众义 所以我们也用他的解脱法门来称呼他 就称他为善知众义 那他的这个解脱法门呢 主要就是他能够专注 成义持送四十二个字 四十二个字 就是我们说的字母呢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了解印度的梵文的字母 那那个字母呢 本来它是一个单字的字 那因为他每一个字有发音部位不同 就是有喉音啊 那有这个齿音啊 还有卷舌音啊 还有善恶音啊 那也还有这种诗音 跟唇音啊 那我们中国的文字 就是发音也是有这一些 可是呢 并不一样 因为梵文字它就是字母 然后每一个字呢 它就串联起来 比较像英文啦 英文一个字 它就可以有好多个字母 除非是说 一个两个的 二的那个是一个字 单的字母 那普通其他的都会 几个字母连起来 对不对 像我们说the the 那它就有三个字母了 那梵文字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中国人 当时呢 是很尊重这个梵文字的 那尤其呢梵文字的字母呢 它在唱诵的时候呢 它就是要能够把握 这个发音的部位要正确 所以呢 我们在表达梵文字发音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我们中文字 来配对 能够发出越接近梵文的字母的音 那因为古代没有拼音嘛 没有那种波波莫波嘛 来标嘛 所以我们就用国字 所以在这里的字母呢 用中国字 它只是当作音 来让我们容易 来发出比较接近梵文的这样的字母的音 这样而已啦 所以我们在读这些字母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二十八个字母啦 那我们看到这些字啊 我们都不能说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取它的音啦 可是因为像华言经从唐代翻译以来啊 那里面的这个字母呢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就有唱颂华言字母 那这样子的唱颂的方式呢 多少已经加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种 发音的音了啦 所以跟梵文的音呢 也不太一样了啦 也是有一些距离了 不过呢 主要的这一位善之众义童子啊 他在教导善才童子 他的这个法门的时候呢 他主要的是告诉善才童子说 他呢 横唱词字母 他就是唱这个字母 然后呢 每一个字母呢 都会入波罗波罗蜜法门 那是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境界的波罗波罗蜜法门 所以重点就是在于说 当我们在唱颂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是要很专注很诚意的 然后每一个字唱出来了 我们都从我们的内心唱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 每一个字我们都很谨慎 所以这个部分呢 一方面呢 一方面是我们尊重每一个字 那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体会说 实际上 我们为什么说 声、口、意、三叶 都要清静 那唱字母本身就是口清静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字母本身 我们都能够跟我们的清静心契合 那当然唱字母它有它的字母的这种境界 可是如果我们把它 反映在我们日常行为 我们讲的话 其实也都很宝贵 我们身体的动作也很宝贵 我们的口、讲话也很宝贵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讲好话 心存好心 然后呢 口要讲好话 那因为好的话善于 善言 就表达善心嘛 所以呢 每一个字母本身呢 应该呢 他呢 都有他的一个尊贵性 所以我们中国 古代啊 到了洪毅大师的时候 也是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 连写字的子啊 都很宝贵 就是习字子 珍惜 有字的子 都不能随便丢的 所以呢 我师父 上脚校园法师 他也是这样 他的垃圾桶是分两个 一个是放字子楼 一个是放普通的垃圾 他说有字的子啊 尊贵 不能随便这样子 跟那些垃圾放在一起的 就是要 习字子 是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 都有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观念在那里 所以 为什么他可以唱诵这个字母呢 他就可以录菠萝菠萝蜜法文 那 我们现在在唱诵42字母 华言42字母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觉得 哇 那个唱的那个饭腔啊 好庄严啊 是吧 哇 就好像很让人家感动 所以有的人一听到华言字母呢 他也会开始哭起来 就觉得好像带领我们到一种非常高贵 非常清净的境界 是这样的 那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字母呢 就是用我们的这种最宏亮的最好的这样的声音呢 来表达 所以呢 我们就要再继续呢 来介绍呢 这位童子后面的几个字母的时候呢 我们再跟大家把这个字母呢 他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呢 再介绍一下 然后呢 这个前面所介绍的28个字母 是42字母里面的28个字母 那前面五个呢 就是文殊菩萨的心咒 如果我们现在习惯用藏文念的 就是OM ARABATZA NADI 他是用前面加一个阿 然后最后加一个D 是这样 就是结尾 然后阿 OM是开头 那中间的五个字就是阿RABATZA NA 这是藏文 那如果梵文的话呢 就是阿RABATZA NA 是这样 他的恰字是上二音 那我们如果对照这五个字母呢 他就会用我们的中文字来配对 那如果我们按照中文字呢 就要来念成阿多波佐那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有一点距离啊 那不过我们就说 虽然呢这个发音呢 也没办法用一个不同的语言的系统来发另外一个系统的音的时候呢 还没办法那么绝对啦 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虔诚的心 然后把它念得非常的庄严 那这样呢他也有他的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呢主要就是成 这个就能够感通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要介绍第29个字母啊 所以我们继续看经文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来称念佛号跟战经记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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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继续看第28个字 就是这位善之众义童子啊 他又告诉善才童子 他横持这一些的字母 那当他唱第29个字母 就是婆 婆字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中文的字啊 是来代表泛文的音的 那是泛文的一个字母 那唱这个婆字的这个字母的时候呢 他所录的菠萝菠萝蜜门 就有特殊的境界 那这个境界的名称是 一切智宫殿圆满庄严 所以了不起 只要唱一个字母 就可以录这样子的一切智 就得到一切智啊 就能够了解 一切诸法的这样的智慧 而且呢 就好像非常的庄严的宫殿 圆满 这样的一个菠萝菠萝蜜门 所以 从四十二字母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 菠萝菠萝蜜 它的含义呢 实际上是多重 是不同的面向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以说 菠萝是主空 就讲说 菠萝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讲空性 诸法的空性 可是呢 在这个四十二字母 每一个字母都入 菠萝菠萝蜜的时候呢 它每一个的法门都有 它的不同的境界的时候 我们又看出来 它主空 可是呢 在这个空意里面呢 它还要显现很多的智慧 很多的这种菩萨的这种境界 所以 它是由空而不空发展出来的 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呢 它是要破我们凡夫的执着的有 而入真空 然后这个空呢 又能够产生一切的妙有 这是用简单的字意这样子来包容 那如果说要它的这种妙有 那就是从这几个的四十二字母 里面的不同的面向的境界 我们多少也可以体会一下 那所以这四十二个字母 都入菠萝菠萝蜜法门 那也跟菠萝经里面 有四十二字母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可以融合 融会的 所以 华恩经实际上它也融通菠萝 然后呢 它也是诸佛跟大菩萨的境界 所以也以菠萝为主 所以我们也是能够用这样子的一种会通 那再继续呢 那再继续呢就是第三十个字母 第三十个字母呢 大家如果看这个字呢就是车 那它呢也就是要用这个字呢 来发梵文的音啊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在看 华原字母 或是任何的咒语啊 它所用的中文字啊 它都是当作注音符号 你明白吗 我们就不要说 这个车字是什么车啊 就不要把它当作车的这个字意来讲 只是说取它这个发音 是当作注音符号的啦 所以在我们佛教的这个咒语里面啊 它取的这个字啊 来当作音的时候呢 都取很奇怪的字 乃至我们平常还不知道怎么念 那就是因为呢 它要让你呢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意义 它是没有意义的字 只是用来发音用的 是这样啊 所以很多的这个咒语呢 我们不能按照它的字面上来了解它的意思 那这样就会差得很远 所以我们这边呢 那种车 所以这个是一个发音车 它应该是要发车的音啦 就是泛文的 它的CHA 它念车 那我们中文字呢 就念成车 就比较接近啦 已经算是很接近的字了啦 可是因为我们不是字母嘛 我们是拼音字 所以 那念这个车字的时候呢 就是这位善知 众义同志呢 他专注念这个车的时候呢 那他就可以入波罗波罗密法门 那这个波罗波罗密法门呢 它是叫做修行方便障 个别圆满 所以也很了不起啊 就是修行方便 就是能够知道自己在什么的情况呢 应该修什么行 如果我们呢 有散乱呢 我们就自己知道要能够射心 那知道自己的心不够发心呢 我们就要多做一些能够服务别人的工作 让自己的心呢能够动起来 能够随喜别人的工作 能够愿意去为别人服务 那如果自己觉得好像一直定啊 定的这个心啊 都好像动不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要想一些善念 就赶快发菩提心啊 那想一些善念啊 所以就变成说 完全了解自己 所以怎么修行 然后呢 因为华音经是大菩萨的境界啊 所以呢 他的修行 不只是修自己 还要能够利益别人 所以就是也要看别人需要怎么样子帮忙 所以用不同的法门叫做方便 针对众生所需要的 而施教 这样就叫做方便 所以他的这样的方便的法门呢 多到好像保障一样啊 所以叫做修行方便障 而且呢 每一项都个别圆满 所以说已经具足了 具足各种的善巧方便 所以我们在读华音经的时候 我们从善财童子所参学的各大善知识啊 实际上呢 我们都觉得说 哇 那个境界真的是了不起啊 因为华音经都是十地以上的大菩萨了 他们的根基都是具足信心 具足这种安定的心 然后呢也能够利益众生的 到了这个十地的这样的果位呢 都是不退转的 都是成就可以利益众生的能力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向往的心 来读这样的内容 主要呢 也就是让我们的心更能够提升 那也能够精进的学习 那这个是第三十个字母 那第三十一个字母 我们再看三十一的字母呢 它呢是两个字 这个两个字叫做Somo 那它要发什么音呢 你看我们用对照的话 它其实要发梵文的Sam Sam 如果用字母就是S-A-M Sam 那这个Sam呢 是有正确相同的意思 那你看我们要用Somo 这样 那这个叫做虫字 两个字 两个字 重叠起来 要发一个梵文的字的音 它不是单独的字母 可是呢 它是还是一个就是字 就是等于是由字母连结的一个词 短短的词Sam 所以就等于是说 这个Somo的So呢 取第一个的词的音 然后呢 这个Mo呢取这个Mo 就是M的音 那所以说So 就发Sam Sam Somo就是发Sam 不过我们就是看中文字 我们不知道它的范文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说 我们把它Somo 因为它两个字连结起来 它实际上是要很快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字母的发音上面 它会写个二和 有没有 二和 就是这两个字要把它连结 前面取子音 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声母 那下面那个字呢 取它的韵母 押韵的下面的那个母音 所以它是Somo Som 这样子 Sam 有点先进 也很了不起的 我觉得 这个在我们中国字的这种不同的系统 要去发那个单字的字母 实际上是不容易的 所以它是Somo Somo 这样的字呢 主要的是 这位善知众益同志啊 他就能够录菠萝菠萝密法 所以从奉诵 唱诵 专注 庄严 就以音声做佛事 我们中国就有用这样的 行动 音声做佛事 在唱诵 唱得好 所以有的法师 专门是非常的 庄严的声音在唱诵的 那这个呢 就是也能够入清净心 那也能够汇合 这个菠萝菠萝密的法门 那这个法门呢 是称作随时方现见诸佛 所以他唱这个Somo 这个字母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见到十方诸佛 真是了不起耶 所以我们说 这个唱字母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要多么的宁静 要多么的树木 非常的尊重 然后发那个音的时候呢 就好像从我们的内心这样发出来 所以每一个字啊 他都可以拉很长这样 拉很长 唱到见到诸佛 真的耶 那这个是 了不起啊 那这个是第三十一个字母 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三十二个字母 三十二个字母呢 他所写的字呢 叫做和泼 和泼 那实际上呢 他这个也是一个重字 就是两个字要来连结起来 连结起来发泼文的一个 两个子音的字 那就hava 那婆呢 因为有波的音 那跟泼文的va 是有相对的啦 所以他这个hava 就是有 这个是二和的字 就是两个子音 然后加一个母音的阿 的母音 是这样 那大家呢 也不是这个语音专家 也不是语言专家 所以听听就好 那不懂了 我们就按照说 Hapo 那可能把它念快一点 这样子 那 这个 主要的呢 就是念这样的字母呢 他也可以入 波罗波罗蜜法门 就是 名称叫做 观察一切无缘众生 方便设受令出生无碍力 哇 那唱一个这个Hapo 这样的字母呢 就可以呢 了解一切众生 而且呢 是无缘的众生 无缘的众生 就是 这些众生啊 他对觉佛也没兴趣 那对我们呢 也没有这种要亲近的心 那 这样子的无缘众生 也要方便设受 用什么方式来设受 就是 有的时候呢 用世间法 那有时候呢 就是要 为他呢 讲他 能够接受的方法 用他喜欢的方式 所以叫做方便设受 然后 令他能够出苦 所以出生无碍力 让他能够出生 就是 能够离开他的这种 众生的这种苦 那这样子的无碍力 就是 就是 这一位 善知 众 义 童子呢 他就是一位菩萨 所以他用 唱诵字母的方式呢 每一个字母啊 他就契入一个菩萨法门 那每一个菩萨法门呢 都是跟剥落的境界是结合的 可是又不是单纯的说 一个剥落的境界啊 就叫做剥落 它的剥落呢 实际上是代表说 就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保障 那每一个字母进去的剥落的法门呢 就是有特殊的境界作用 那这三十一个字母呢 他就是能够观察一切无缘众生 方便设受 让他们都能够离苦 那么这样子的无碍力 那第三十三 这个我们现在要是查他的字就是念作错 可是在华言字母呢 他是念说 那他呢 就是要 也是要去发梵文的字的音啊 那他本来是发的是tas 那这样子的音啊 在我们中文我们只能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或是错 这样子 好像有发那个tt这样的印出来 那我们解释啊 我也是用我的一个了解来尽量解释了 那各位呢 就是当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那我们在念的时候呢 在唱念华言字母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呢 就是按照现在的发音念错 那另外呢 就是按照我们传统 有这样子的华言字母的唱诵的方式 发音的方法 我们就学习他的发音方法 这等于是学习这个传统 那不然我们就是依照现在 就是念错 也是可以啦 那主要的是唱第三十三个错 这样的字母的时候呢 他就也可以入波罗波罗蜜法门 那这个波罗波罗蜜法门的名称 称作修行去入一切功德海 修行去入一切功德海 所以呢 是能够成就一切功德海 那就等于是说 所有所做的呢 都绝对是成就功德的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十四个字母 我们大概就是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思以后呢 我们就接着啊 就把下面的几个字母 来就是简单的介绍 那下面呢就是第三十四 第三十四个字母呢就是 茄字 茄 茄 茄 唱念这个字母的时候呢 他所入的波罗波罗蜜法门 是持一切法云坚固海障 就是能够持一切法 那这一切法呢就是无量无边的啦 所以就像云一样 而且这些法呢是非常的坚固 像海这样子的深的宝藏一样 所以持一切法的意思呢 也就等于是说 对于一切诸法 实际上都能够透彻了解 那我们佛法所说的法 我们说佛法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来学佛啊 我们要来学佛法啦 那学的佛法呢 当然是佛所证悟 然后呢 他教导我们众生的法 所教导的法 那这个是佛 或是诸佛 菩萨 祖师大德 他们所证悟修行的法 那这个是佛法 那我们又了解说 其实上所有的诸法呢 也就是佛法要了解的对象 所以说 所有的佛法都是要让我们 去了解一切诸法 所以如果能够透彻了解一切诸法呢 实际上也就是佛法 所以佛法也不离诸法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要就是在世间里面成就佛道 那这个也不能离开世间 求菩提的话 那就是如密兔角 离世密菩提 犹如密兔角就是这样 那就是佛法就是在一切的诸法 里面去体会的 所以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说 特别有一个什么样的法 是佛法 佛法是针对我们在诸法里面 能够成就觉悟了解清楚 这样子就叫做佛法 它是我们绝的对象 一切法是我们绝的对象 好 所以这个是第三十四个字母 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音缘 那听闻了华音经里面 算在同时的这样子的四十二个字母 那我们也可以学习 有时候我们来念看看 那如果从一开始呢 哇 就用文殊菩萨的心咒 那我们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拉得很长 然后呢 都是跟这个字 但是我们发音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发音部位 发音的方式都能够契入 如果四十二个字母 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字都记起来 我们至少说我念前面的五个字母 那就是文殊菩萨的心咒 所以为什么说文殊菩萨的心咒 也就是智慧的咒 那文殊菩萨就是代表智慧的菩萨 那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华音字母 四十二个字母 都是入般若法门 那佛法里面就是以般若为智慧的代表 所以跟文殊菩萨是一体的 那文殊菩萨又用这个 他的心咒来代表他的这个智慧的一个结晶 所以他都是可以配合的 所以我们再继续看第三十五个字母 那这个字母呢 也就是渣字 那念这个字母的时候呢 也一样是入菩萨菩萨法门 那这个名称呢 就是叫做随愿普见十方诸佛 那这个呢 就是跟前面的 第二十 第三十一个 这个Somo 一样的 他是随十方献见诸佛 但是他都可以看到诸佛 然后这里呢 就是随我们的意愿 我们想要见哪一尊佛 那都可以普见 就可以见到 十方诸佛 只要我们想要见 就见得到 那第三十六个字母 那字 那 所以我们看这个字啊 并不平常 那主要的是取他的音 那字 那念这样的字的时候呢 他也是一样入菩萨菩萨蜜法门 那这个菩萨菩萨蜜法门的特殊的名称呢 是观察智伦有无尽诸意志 那这个三十六个字母啊 他本身就有字母的一个生的意涵 然后又进入这个字母的时候呢 他又能够观察智伦 那所以呢 这个智伦呢 就是代表我们要唱诵这个字母的时候呢 他根本的意义 因为每一个字母呢 他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尊重的含义 所以呢 在唱每一个字母的时候呢 实际上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智伦 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智伦 每一个字本身呢 他就是一切智的根本 就为什么要尊重这个智呢 实际上因为梵文呢 他是这个 就是等于是说他是连结的智嘛 那他是由字母来串联起来的 所以他凡是任何一个字 都是由这些字母指合 所以字母本身是根本 然后由字母来拼成字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 每一个字都有它的音 然后呢 由字所连结的这个词呢 就有它的名称 然后每一个名称呢 都有它的意义 所以这里呢就表示说 那能够观察字轮 每一个字 它就是所有的字的根本 那这样子呢 每一个字都有无尽的注意字 就等于是说 一个字母它可以拼成无数的字啊 对不对 像一个字母啊 如果我们 它这个字母就跟英文的字母比较接近 如果说我们用英文 英文的字母呢 就用个T来代表好了 那T的话 它在the的里面也有T 那如果说teacher啊 这个教师的字 它也有个T 对不对 那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字里面呢 它都有可能有这个T字嘛 因为这个是 西洋的这种字母的字啊 所以呢 一个字母它可以 变成连结很多其他的字 它都可以有它的成分在里面啊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 那每一个字的根本呢 它都可以成就其他很多的字 那因为每一个字呢 都有它的意涵 所以就变成呢 这个字轮呢 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意义 是这样 因为每一个意义呢 它都有代表性的 都有它的像 是这样 好 那我们 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啦 那再继续呢 我们看第37个字母 第37个字母呢 就是说沙字 那这个是单独的沙 那它是两个 也是虫字 它是说婆 sopo 那这个字呢 也是二合 就是两个字连结起来 那它要发的svava 我们说sva 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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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化众生 究竟 究竟 就是度化这些众生 那 这个部分啊 就是它的生意 那我们接着再看第三十九 这个字 这个字单独的是 yeso 两个字也是虫字 那yeso呢 它也是 要发这个 就是yas y a s 那它变成ye 就是 来发那个y的音啊 然后呢 那个说呢 就取s的音 是这样 所以 我们可能 就是慢慢的 听的时候呢 也许有一点点 线索啦 不过呢 因为 确实我们不是 语音学家 也不是 语言学家 所以呢 大概 就是用这样了解就好了 那念的时候就念 yeso 那本来是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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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念这样的字母的时候呢 它所录的菠萝菠萝蜜法门呢 也有它的境界 那这个境界呢 名称叫做 宣说一切佛法境界 宣说一切佛法境界 所以呢 就等于是 唱这样的字母呢 它就可以开启 能够说法 所以是yes 叫做yeso 那我们可以学习多念yeso yeso 那就可以 善于说法 所以宣说一切佛法境界 那 下面一个字母呢 第四十个字母 四十个字母 就是四者 它也是一个和 二和字 现在大家了解二和字 就是要把它 就是 重制 这两个字 一起发音 所以它是sicca sicca 然后sicca 这样子 有两个字母 两个单独的子音 然后加一个母音 四者sicca 这个四字母 所以sicca 就是四者 四者 四者 那我们念快一点的sicca sicca sicca 音 所以我们用中文的字 来发这个音 可是呢 在梵文称作字母 因为每一个字母有不同的发音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 当我们说 念sicca 虽然是叫做字母 可是用这个字 来发它的音 发梵文字母的音 我们要了解 那它当然也是字母 只是我们要学习它怎么发这个音 那念这个诈字的四母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入波罗波罗密门 名字叫做以无我法开晓众生 就能够入无我 而且呢 用无我的这样的境界呢 来教导一切众生 完全没有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见解 而是呢 完全是以教导众生为主 那这样子呢 是一个大菩萨 利益众生的考量 所以这个是第41的字母 那第42个字母呢 叫做陀 陀 陀字的时候呢 它所入的波罗波罗密法门 叫做一切法轮差别障 一切法轮差别障 所以 等于是说 我们佛法呢 就是很常用这个轮字 那这个轮呢 那这个轮呢 是有这个常转 轮是能够转 然后轮呢 因为它能够转呢 就有破还有力 这个破呢 就是破我们众生的无名烦恼 那能够力的就是建立的呢 也就是说它常转呢 所以它有精进 而且能够成就 因为当轮子转的时候呢 它就有力量产生了 所以我们看那个 我们古代的时候有那个水车啊 有没有 那这水车它就可以灌溉啊 然后水车 如果这个水的力量够的话 还可以发电 它就产生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那像荷兰呢 他们用这个车子的这个轮子 直接变成风车 它是要来吹那个风 也是可以发电啊 那这样子的一种 法门的波罗波罗密的境界呢 也就是说它就能够成就一切法轮 就是一切法都可以动起来 而且呢 它都有它个别的作用 所以叫做差别障 那以上我们就是这样子简单 介绍这四十二个字母 所以这位善之忠义童子 他就告诉善才童子 说善男子啊 我唱如是字母时 此四十二个波罗波罗密门为首 就入无量无数波罗波罗密门 好 所以这里呢 就等于是说 这里的四十二个字母 每一个字母都入一个不同的波罗波罗密的境界 然后以这四十二个不同的波罗波罗密的境界啊 为首 所以是以这四十二个波罗波罗密的境界为基础 然后呢 又可以入无量无数的波罗波罗密 所以就等于是说 真正的波罗波罗密啊 波罗的法门 就是智慧的法门啊 是无量无边啊 那前面我们听到的四十二个字母 所录的四十二种的智慧的解脱法门啊 只是列举 可以讲出来的 那从这四十二个以后呢 以这一位善知忠义同子来说啊 他就用这四十二个字母 录的不同的波罗 智慧的法门啊 还可以再进入更多的无量无数的智慧境界 是这样吗 所以这位善知同子啊 他是主要是修畅念字母 那以四十二个字母为基础啊 那他所正道的就是 就是无量无边的 波罗智慧法门 所以我们就知道 能够唱念啊 我们平常啊 我们佛门说做早晚课啊 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法会啊 我们唱战啊 那称念佛号啦 那实际上呢 为什么会有感应啊 所以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都是这么虔诚恭敬 很尊重的来发这样子的这种音 那本身呢 他本身就有这种作用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说我们在唱证的时候 我们的心跟所唱诵的这样的境界 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位善知忠义同子呢 他告诉善才同子 那说我为之耻 善知忠义 菩萨解脱法门 就是善知忠义 是他所正道的解脱法门 那他的忠义呢 就是用唱诵字母 然后呢 就是善知忠义 菩萨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那下面我们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萨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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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置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干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置业花莲中心 新逢端午节祭祖 旗见消灾超见法会 恭送大佛顶首邓严经 即佛前大贡 点灯供水 要供甘露诗时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6月4、5、2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贵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沾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放松生活 放松人氏 洪智 には DU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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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 云 老 可 那 楊 楊 超 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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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